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当围绕本案的事实证据 法律适用 定罪量刑进行 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审判长 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4条 第193条 第203条的规定 我们受大连市西港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派 代表本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并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在今天的法庭调查中 公诉人围绕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依法对各被告人进行了询问 宣读并出示了证人廖安国 崔东小 李玉山 刘玉敏等人的证言 委托持股协议 农行向盘股市公司发放贷款的业务凭证 虚假的合同 发票紧张 银行交易对张单等输证 文检鉴定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 各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一系列证据 上述证据均是依法并且在保障各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获取的 合法有效 真实可信 相互印证 且经过法庭制证 以形成完备的证明体系 为进一步指控和揭露犯罪 公诉人先发表如下公诉意见 请何一婷评议时采纳 一 本院指控被告单位北京盘股市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人吕涛 谢红林 杨英 构成骗取贷款罪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5条之一的规定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骗取贷款罪 本案中 证人 廖安国 崔东晓 易应森等人的证言 委托持股协议 农行向盘股市公司发放贷款的业务凭证 盘股市公司支付成建五公司工程款发票等输证 文件鉴定 被告人吕涛 谢红林 杨英的供述等证据 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足以认定 郭文贵作为北京盘股市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指使被告人吕涛 谢红林 杨英 虚构盘股大关四区域 精装修工程需要资金的理由 安排他人制作多个假印章 多份假合同 多个假签名 并向中国农业银行亚运村之行 递交造假材料 最终骗取银行贷款32亿元的犯罪事实 其中被告人吕涛供述 郭文贵指使其撕刻印章 且在吕涛明确提示该行为违法时 郭文贵仍指使其照办 被告人谢红林供述 郭文贵指使其制作假合同 并加盖了假印章 另有证人崔东晓 江鹏 肖勇 钱磊 杨瑞 均证实其系根据郭文贵的受益 分别制作虚假预算 制作假印章 冒充相关人员签名等 上述证据证实 盘股市公司为了骗取银行巨额贷款 在郭文贵筹划指挥下 各被告人实施了一系列的造假行为 郭文贵是骗取贷款罪的幕后主使 虽然后期迫于审计 发现贷款实际用途不符等因素 不得不提前还款 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2 第27条的规定 属于骗取贷款 有其他严重情结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175条之一的规定 单位犯骗取贷款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骗取贷款罪的规定处罚 郭文贵以盘古市公司名义 为关联公司的利益 将骗取的贷款均用于 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的经营活动 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 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 杨英 在郭文贵的指使下 分工实施骗贷行为 属于单位犯罪中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尽管郭文贵再逃 但根据单位犯罪中 自然人分别处理的规则原则 不影响对在案三人行为的认定 2 本院指控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构成骗购外汇罪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 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第一条的规定 使用伪造变造的海关签发的报关单 进口证明 外汇管理部门核准件等凭证和单据的 重复使用海关签发的报关单 进口证明 外汇管理部门核准件等凭证和单据的 或者以其他方式骗购外汇的 数额较大的构成骗购外汇罪 本案中证人 李玉山 刘玉敏 侯救惠等人的证言 虚假的进口家具合同及发票 麦尔森公司银行交易对账单等输证 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的供述等 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足以认定 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 接受郭文贵的指使 为帮助郭文贵筹资在香港购买私人飞机 以虚构郭文贵的儿子郭强 实际控制的麦尔森公司 向维业公司购买家具的方式 向银行申请付费 向交通银行北京与会东路之行 骗购外汇1350万美元 后汇网维业公司账户的犯罪事实 足以认定其行为触犯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 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第一条 第三款 或者以其他方式骗购外汇 数额较大的构成骗购外汇罪的规定 其中 证人刘玉敏 李玉山 侯俊慧均证实 系谢洪林安排李玉山 制作假合同 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均证实 谢洪林系在郭文贵的指使授意下 安排他人实施了造假行为 郭文贵实为操纵骗购外汇犯罪的主谋 对于在刚才的法庭调查阶段 各位辩护人反复强调的 吕涛 谢洪林向香港贷款银行提供虚假材料 系为取得银行贷款 而与骗购外汇犯罪没有关联性的问题 公诉机关认为 郭文贵最初想通过非金租赁协议的形式 将钱款直接汇往境外 因第一阶段的行为未能达成目的 故实施了第二阶段的行为 两个阶段不可割裂 三 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应付的法律责任 一 在实际控制人郭文贵的指使和操纵下 被告单位北京盘古市投资有限公司 及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 杨英 骗取银行贷款人民币32亿元 郭文贵指使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 骗购外汇1350万美元 二 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 杨英到案后 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当庭亦认罪 且在骗取贷款和骗购外汇犯罪中 均起次要作用 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 可以从宽处罚 三 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犯有恕罪 应根据刑法第69条之规定 恕罪并罚 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 杨英 作为盘古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高管 听命于郭文贵 违反贷款管理规定 弄虚作假 骗取贷款32亿元 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危及到金融机构贷款资金安全 被告人吕涛 谢洪林 法律意识淡薄 在郭文贵的指使策划下 通过积极预谋实施 一系列造假行为 骗购外汇1350万美元 扰乱了国家外汇管理秩序 虽然三名被告人均辩称 细受郭文贵指使 不得不按老板意思行事 但三名被告人 作为完全行事责任能力人 作为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 公司高管和财务人员 应当知道自己行为具有的 刑事违法性 依法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公司人再次稍作一下更正 刚才在骗国外汇一节犯罪中 引述条款的时候说 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 证明体系足以认定 被告人的行为是 触犯了骗国外汇 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个决定 应该是说第一条 第三项的规定 再次作以更正 综上请何一婷根据 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情节 结合其认罪毁罪态度 依法作出判决 审判长审判员 公诉意见 报表完毕 再次判决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